涉嫌于1月在南加雅凯蒂亚市杀害两位年轻职儿的嫌犯史德云 案发后搭机回中国时在香港遭到留置 我们在上星期五为您报道 美国检调成功将史德云从香港带回南加州 而案件则于今早在洛县高等法院过堂 史德云面临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家暴罪的指控 史德云被压解上庭 不过今天没有完成过堂程序 今天是嫌犯史德云首次出庭 但因为史德云的律师表示 今天才收到检方对于此案提供的警方报告和证据 需要时间准备查证 所以今天没有完成过堂程序 而预计下次过堂时会暂定该案件的出身日期 史德云涉嫌殴打妻子并对两名侄子痛下杀手 随后还潜逃香港的案件 引起南加社区的高度关注 史德云涉嫌殴打妻子并对两名侄子痛下杀手 林家兄弟的父母今天未到现场 林家兄弟父母的律师今天表示 这对父母还沉浸在悲痛当中 这两个孩子真的是非常可爱 而且极其无辜 在学校也是很优秀 充满将来希望的孩子 所以这两条生命真的是无价的 尤其对父母的这个伤害 是无法形容的超过语言 所以是可以形容他们的伤痛的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 在民事方面的案件 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 史德云案件的检察官 Carolina Logo今天表示 根据引渡条款的限制 因为香港地区没有死刑 检方可能对史德云 求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涉嫌在亚凯迪亚杀害 14及15岁两名侄子的嫌犯史德云 自上周五被证实 从香港引渡回美国之后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早间 在洛县高等法院现身 参加首次过堂 而据嫌犯方面的消息 嫌犯目前还在寻找 合适的辩护律师 所以检方沟通之后 嫌犯下一次过堂的时间 暂定为5月2号 这是洛县18台晚间新闻 王允城 金沛文 在巴沙迪娜的采访报道 事情先通知